前两天我前两天写一个微博 微博的时候我调侃的写了两句歌词 歌词上我用的是刀郎的爱如你我的那歌词中的两句 我就说尽管生活给了我无尽的苦痛折磨 我依然觉得幸福更多 当时我写完了以后好多人问我 有的人对歌很熟就知道这个歌 说又听了一遍觉得特提气 歌的整个高音部分非常好听 你想啊这个歌 请不吝点赞订阅 《爱是你我》这歌 这歌是十年前的歌了 其中比较高昂的一段唱词呢 是非常反映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状态的 他说我来了 任凭这世界风暴漩涡 对于每个人而言 这个都会有风暴漩涡 只是这风暴漩涡大小不同而已 所以他这个歌词中啊 我觉得比较感人的一句就是这句 就说就算生活给了我无尽的苦痛折磨 我还是觉得幸福更多 如果你有这样一个生活状态 或者生活理念 你就不至于选择去死亡了 但是我觉得他说出一个道理 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一定得有这个苦痛折磨 像翟欣欣对于苏小茂的这个事 就是一个苦痛折磨 你如果度过这个难关 他要钱你可以不给他 他给你多大压力啊 说你有什么问题啊 你在这种压力下 你选择跳楼 那显然你个人是有问题的 我们当然不能去过度的去责怪苏小茂 因为他已经是在天之灵了 他不知道我们今天全社会对他这个事是什么反应 那么第二 那么在这个事件中呢 还有一点啊 就是苏小茂呢 他缺乏一个基本判断 什么叫基本判断呢 他认为翟欣欣的出现是他的爱情到来 我们先想一下啊 他跟翟欣欣是怎么认识的 他不是偶然相识的 他也不是通过中间人介绍的 他是通过一个婚恋网站 婚恋网站不能保证商品的质量 就是不能保证这个商品的啊 背后的真美 那么他忽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接受如此漂亮 跟他条件啊 完全不相符的一个女性的话 他有没有一个基本的这个智力判断 我说过多次啊 我说一个人的能力 在这个社会的上的体现 不在于你能如何准确的评估这个世界 评估别人 而在你能够准确的评估自己 我觉得苏小茂就缺乏评估自己的能力 他不停的啊 这个去看别人的好 他认为他的爱情以排山倒海之势就涌来了 上天给了他这样一个机遇 他就没想到这个机遇是个陷阱 你想一米七多的一个美女 美女硕士 冷不丁地爱上一个一米六的你 我看到网上有一段他哥哥说的话 就说他弟弟呢 就相信他的爱情到来 所有人都不相信这是他的爱情 因为很多人都怀疑 一开始就怀疑宅心心的这个动机 但苏小茂本人相信这段爱情 而这段爱情我们可以看一开始的啊 我们公众知道的这些信息 比如说买车买房 要钱买钻戒等等 这些信息理论上讲都是不良信息 这么多不良信息的累加 你居然对这个人不能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 那我认为你的心智有问题 心智啊和智力是两回事 一个人可以非常的聪明 但他心智未必健全 就是他缺乏判断能力 那么苏想茂和翟欣欣这个事件呢 给我们一个社会一个启示 这个启示是什么呢 因为两性之间的这个关系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 它是由没有血缘关系 变成了超越血缘关系的一种人际关系 什么意思呢 我们生活中啊 就是三类人 我们说过熟人亲人生人 是吧 熟人啊 要亲 亲人要生 生人要熟啊 是我们讲过这个罗圈关系 那么在你的亲人当中 跟你最亲的人一开始是你的父母 后来是你的子女 因为他跟你有直系血缘关系 但是在这之间有一个人会杀进来 这个杀进来的人呢 是你的对象啊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他跟你之间原来是没有任何关系 没有血缘关系 有血缘关系你还不能结婚呢 那么他由这种毫无关联变成了你第一人际关系 什么叫第一人际关系 就是一旦你的法律婚姻成立的话 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发生的一切问题 你们俩之间都是第一继承人 对吧 你的关系变得非常的近 那么在社会学的角度上讲呢 这个人际之间的最亲近的关系 反而是没有血缘的关系 是一层性关系 这就是你的婚姻 所以这种婚姻关系的改变 对于每个人来说 都是需要极为谨慎的 一步走错 满盘结束 那我们在网上可以看到 还有跟这个类似的很热闹的事吧 比如啊 有这俩这事我是一丁点都不关心 都是边祷告我的 这俩人名都让我记半天 一个叫薛之谦 一个叫李玉彤 据说这个薛之谦是个歌星 这李玉彤是个网红 这俩人呢 跟天下的事是反着的 上一个呢 是按照公众的认知 叫女的把男的给坑了 这个按照公众的认知 是男的把女的给坑了 这个我跟这些人都不认识 听说都没听说过 也无冤无仇 我们只是对这个事 就是论事 各自的粉丝也别喷 那么这个网友是这么说 网友啊 中国的网友是厉害 我特别爱看啊 很多事件网友的这个对事情的这个评论 因为每个网友都有他自己的这种思想角度和说话角度 所以有些网友说出来的话呢 就震聋发聩 比如有网友就评论这件事 说啊 人家都是拿老婆的钱的去养小三 说这个倒好 这个是拿小三的钱来养老婆 说真的传播正能量 这是一种调侃的说法的啊 当然这个也不是正能量啊 但是起码他跟我们知道以前的那个生活状态 拿家里的钱去养个小三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薛之谦呢 跟这个李宇童呢 俩人合作开网店以后呢 薛之谦呢 就突然就宣布啊 就宣布就说 哥他的这个前妻呢 就是又和好了 那么这李宇童呢 就过不去了 说啊你跟我这儿弄了这么些日子啊 咱俩都把这网店做起来 又发了财了 你突然又宣布 又跟我不好 你又回去了 你又跟你的前妻又弄在一起去呢 那么这时候呢 李宇童就认为 那钱是我们挣的 这钱有我一份 那你把这个我的钱都拿走了 给你的前妻 那我心里就过不去 就患了严重的抑郁症 据说还怀了孕 还把孩子给打掉 那么这些啊 口水之障 我们现在不是法院 我们也没法去看这些证据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先就网上公开的这个信息呢 做出一个简单的判断 这件事首先是啊 李宇童跟薛之谦之间呢 没有形成一个法律关系 如果他们俩在开网店的时候 已经有了一个法律关系 就是说你领了结婚证 那后面的事情就不是这样 那现在你跟你的前妻 虽然离婚了啊 办了首席 但是你复婚呢 就是严格说 复婚跟结婚没有区别 你跟你的前妻 这个复婚和结婚 是一样的事情 那么你复婚以后呢 你把跟这个女孩子 一块合作 开网店的钱呢 带走的话 那么就形成了 今天的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今天的 公众舆论 对这个事是不容的 公众的认知啊 全世界公众的认知 都倾向于一种 朴素的认知 他不考虑的 司法上 应该谁占多大比例 谁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他只考虑 我们感情上 能不能接受这件事 如果说 薛和李两个人 共同在这个社会上 打拼创下一份家业 然后你一把这个家业 全部带走给你的前妻 那这里就有一个 小小的问题出现 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叫阴谋 你是不是一开始 就是这么想的 你要把挣来的钱带走 我想哈 两个人在一起分开 都是随时都有这个权利 因为你没有结婚嘛 你没有法律义务 要在婚变的时候 要采取财产分割 你只是两个人混在一起 那么就是看谁能出示证据 去在法律上 征得自己合法的权益 那现在女方认为 这个网店是我们开的 我有50%的股份 你有50%的股份 你不能把我跟你打拼下来的 这个财产全部带走 那么男方呢 是不是全部带走了 我们也不清楚 但是对于公众看见这件事而言 公众认为是男人骗了女人 前面那个案子是女人骗了男人 那我想我们今天的这个网络社会 这类的事呢 这个很多 其实它不是越来越多 它是很多 是因为信息社会 会把这类事放大 我们过去有这类事 只限于一种 这个局部地区的认知 比如这个单位的人 知道这个事 出了单位谁都不知道 或者这个社区人家都知道 都是天天大妈在那传 这个一个社区出了问题 这个社区的人都知道 它也不会传到社会当中 但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社会呢 会把一些很私人化的事情 传到全国人所皆知 你比如啊 这个马荣和王宝强这个事 这个事去年就开始闹 去年的夏天闹到今年 王宝强突然就在网上宣布 就说我要生命离婚 说我妻子出轨 跟我的经纪人 这个很快他就解除了 他跟老婆和这个经纪人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么这个关系呢 比较复杂 它不是两个单纯人之间关系 跟翟欣欣和苏小茂不一样 它是一个三角之间的关系 那么现在的消息是 就是前一日的宋哲 因为植物侵占罪被抓 这个将来这个自由公论 大家都看得到 它会有一个结局 那么马荣认为我们的婚姻呢 还是有感情的 我也不愿意离婚 这些事都是由他们自己去处理 我们这个也不能假设问题 问题是不能假设的 问题发生就发生 没发生就没发生 那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 是在他们这场婚姻 婚变当中 它的有什么道理存在 我老说 婚变是我们人类 这个婚姻行为中 一个最正常的状态 大部分人的婚姻 都在一生中 都会磕磕绊绊 很少有 就是 如交似气的白头到老 从结婚那天起 就跟每天都跟新婚一样 这种可能性 微乎其微 也不是说没有 有 微乎其微 但大部分人 在婚姻中都会有磕磕绊绊 磕绊绊 如果到了个极限状态 那只好一分两散 对吧 所以婚变这个事 全社会都能容忍 不仅是今天的社会容忍 在中国过去古代社会 都能容忍婚变 但问题是 两个人结婚 婚变这个问题 不能事先设计的 尤其不能介入第三者 参与设计 我说王宝强的婚姻 和马荣这个婚姻 中间加这个宋哲 主要的问题是在这 它里头有阴谋 有阴谋就超越了 两个人之间的感情的结合和分裂 感情是可以结合的 也可以分裂的 这个 每个人在这个漫长的婚姻道路中 有可能是双方不合 八字不合 生肖不合 血型不合 星座不合 分了 也有可能有其他的因素介入 比如财产问题 突然有人变成巨富 比如有其他的人的介入 比如我有这个 男性又碰到漂亮的女性 女性又碰到有财的男性 都可能导致婚变 但如果在婚姻 这个人类 文明社会的最 干净的一个关系中 设计出来一个第三者 而要侵吞你的财产 利用婚姻 侵吞财产 是今天的社会 乃至全 从古到今的社会所不容的 我们仔细想 这三个案子 第一个 翟欣欣案 第二个 是这个薛之谦案 第三个是王宝强案 这三个案子之间 直接引起薛人大波的 并不是他们之间的情感问题 而是财产 财产是我们今天生活中 很重要的一个话题 所以天天有人教你 怎么样的发财 怎么样的财务自由 天天有人告诉你 谁是首富 那些首富我跟你说 跟你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天天有人给你设立一个小目标 而这个小目标 有可能你终身拿不到 但爱情每个人都有 多穷的人 就人过去的 连叫花子都有爱情 所以爱情跟财产 一旦绑在一起 很多事情是说不太清楚的 我们大部分的成年人 如果在生活中 突然有一段时间 陷入一种愚钝状态 一定是陷入了爱情状态 无论男女 只要是他真的觉得 他自个儿进入了一个爱情状态 他马上智力就变得非常的低下 苏小茂是一个 对不对 我觉得王宝强也算一个 这样说他对他不公 但是他确实因为有爱情 迷住了他的双眼 所以他就变得比较迟钝 我们先不能说他变得比较愚蠢 愚蠢的话有点伤人 但是他们确实变得非常迟钝 你想想 这个苏小茂这样一个人 优秀的程序员 你不能说他不聪明 他比一般人都聪明 他是天才程序员 他智商在很多人之上 但是他面对翟欣欣这样一个女子 他一点辨识能力都没有 他根本不知道对方在怎么想 对方这样管他要钱的情况下 他认为钱能买来爱情 所以自己变得非常的愚钝 人在情感面前变得愚钝呢 是从古道军有定论的 比如西方人认为 在所有的间谍当中 成本最低的就是色情间谍 很多年以前 大概是1960几年 1970几年的时候 有一本写前苏联的色情间谍的书 那个书名就叫色情间谍 那个书里就是在讲 人怎么利用情感 获得对方的信任 所以色情间谍 在获得情报的成本上 是在所有间谍中最低的 它为什么最低呢 就因为情感能移住对方的双眼 他就真的相信这个爱情就来了 他有这种训练 我们古代也有啊 古代36记中有一个记叫什么 叫美人记啊 美人记就是用这种色相 或者用你的出众的相貌 迷惑对方 比如我们知道的西施 貂蝉 都属于这类 我们过去最好的一个方法啊 跟少数民族最好的方法 就是和亲呢 把自个儿的像文称公主啊 把自个儿的公主嫁出去啊 让获得对方的一个信任 那么我们再仔细想想啊 什么是爱情 爱情就是两个人都愚钝 两个人都变得比较愚蠢的时候 这爱情就真的来了 如果只有一个人一顿 另一个人非常的清醒在设计 那就是欺骗 我想这个苏享茂啊 黄宝强 这个薛之谦啊 就这三个案件啊 就是三个社会上 比较关注的事件呢 都给了我们一个 极好的一个提示 最美好的爱情是什么呢 是他们三个猫 你看啊 这三角关系啊 都互相很警觉 互相算计 美好的爱情是什么呢 就是要评估自己的能力 找一个跟自己对应的人 那么我们过去啊 我们讲过启公先生啊 启公先生呢 这个自己的婚姻是包办的 包括胡适先生 婚姻都是包办的 人家也能安稳的 和和美美的过完一生 人家也有爱情 人家里没有欺骗 那么我现在所说的啊 就是爱情啊 不分男女 我们对女权主义者 也是这个态度 不要认为我们说的话 是男人选择女人的 较为爱情 女人没有权利选择男人 一样 不是这个问题 今天男女之间 都可以自由的去选择 你当你认为 不管你是男的 不管你是男的 还是女的 当你认为一个伟大的爱情 向你以排山倒海之势 涌来的时候 你一定要清晰的 有一个头脑 要考虑 这是不是爱情 我们说了很多啊 说了很多呢 这个盒子摆半天了 你们要能猜出来 我为爱情选什么样的一个文物 那就算你们本事 谁猜出来 我就可以送给谁 这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与爱情相关的文物 我们可以看一看 我拿出来的时候 你也未必能想清楚 这是什么 跟爱情有关 打开让你们看一看 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个是不是麻将 这肯定不是麻将 过去这东西满街都是啊 北京的胡同里 上海的李弄里 都有人天天的 一天到晚沉鱼于此 而今天很少看到了 这就是排酒 排酒呢 跟麻将不一样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排酒到今天呢 不这个不流行了啊 不流行了 过去排酒 非常的流行 甚至影响我们的语言啊 排酒有32颗排啊 32颗排 很有意思 它有红白两点啊 红白两点 你们可以看看 这是排酒 这是一副清代的 紫檀的 一副排酒 有多少人 这个摸过这个排酒 我是不是 不是很清楚的 据说啊 这个排酒是由 这个头子 头子就是骰子 演变而来的 但排酒的数量呢 远远的超于它 这个排酒是一个 很好玩的东西啊 它比麻将简单 比麻将打起来快 它比麻将打起来快 它只有32张牌 你想麻将108张牌 是它的三倍 所以它使起来比较 这个 就打起来比较快 所以排酒不叫打牌 叫推排酒 要推排酒 那么它这个两个六点 就拼成了 就拼成了一个天排 两个腰点 就拼成了地排 一个六点和一个五点 就拼成了虎头 它有各种说法 你知道 这个过去上海人玩谷排吧 影响到这个 影响到对一些 这个职业的称呼啊 你如果读民国的 这个小说 它上面有长三一二 都来自于这个排酒 长三一二呢 指的是过去的这个 红灯区啊 青楼里的这个女子啊 长三一二是它的等级 我们这个有机会啊 再去讲讲 它这个怎么形成的 那么 我记得我小时候啊 在北京胡同里 还看得过老太太们 打这个排酒 打排酒后来有一阵子 比较兴用纸牌去打 也是这种排酒啊 这种推排酒呢 呃 是一个 呃 是一个过去非常普及的 一种 这个玩法啊 这玩法有两种 一种是大排酒 一种是小排酒 大排酒是四张牌 小排酒是两张牌 跟庄家对赌 所以两张牌 两张牌呢 就一翻一瞪眼 它打起来比较容易 我们为什么把这样一个牌 跟我们今天谈到主题 这个结合在一起呢 人生啊 跟这个 古牌啊 跟排酒没什么区别 跟麻将也没什么区别 跟扑克也没什么区别 就是当你 抓得一手 好牌的时候 千万不要把它打烂了 我们今天 举的这些事件 全部是抓了一手好牌 打得乱七八糟 小黑 我们差不离的 走了 每个人人生中 都一定会遇到 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有可能是生理问题 比如你受伤了 比如你陷入绝境 你都要内心坚强 还有的是心理问题 比如你去到 你遇到了这种 要离婚的事 或者骗婚的事 那你一定要内心 给自己一个信号 叫坚强起来 面对它 而不是一死了之 过去古人都说 玉山披露 玉水架桥 对吧 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我们碰见什么问题 自己自我去解决 你想想 当年人家 江姐 国民党逼江姐 是往这手指头里去 钉竹签子 人家也没跳楼 人家也扛不着 这就叫坚强 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 接受了很多坚强的教育 今天的孩子 可能没有这种坚强的教育 所以遇到问题 就选择一死了之 其实今天这个社会 你可以仔细看 生活条件越好的 相对来说都比较软弱 生活条件不好的 相对都比较坚强 某种意义上讲 我们很多从底层出来的人 心智都比较健全 你跟他 你给他一个巨大的压力 他自己能扛着 如果你的家庭生活优越 从小都是爹妈哄着 周圈人都认为你非常优秀 非常成功 其实你内心一定是不是坚强的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社会 有很多成功人士 我也认识很多成功人士 不管你是在哪个领域 不管你是艺术家也好 是企业家也好 你成功大家都看得见 但是大家看不见你的苦难 每个商人他成功 他所遭受的苦难 一定比正常人多 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讲 他的坚强就比正常人也多 比如2000年的时候 2000年这说起来转眼都17年了 当时互联网低潮 第一次大的低潮 就今天在老牌互联网公司上的很多 所谓的CEO创业者 我当时都见过 在低潮期的时候 很多人都是面如菜色 打着吊针从医院出来 去谈这种商业谈判 都很难谈成功 在那样一个低迷时刻 你能知道 你知道他内心所承受的压力吗 如果那时候你选择自杀 你就没有后来的成功 所以我觉得苏小茂呢 自杀这个行为是完全不可取的 尽管全社会都对他表示一种同情 但是这个行为不可取 我 我